每当我们觉得伤心难过或者感动的时候 我们的眼泪就会情不自禁地流出来 通过两颊的眼泪流进嘴里时 我们就会尝到眼泪有一种咸咸的苦涩的味道 难道眼泪中真的有盐分吗 那么问题来了 你知道为什么眼泪是咸的吗 首先我们要来看看眼泪的构造 经过科学研究发现 眼泪的成分99%都是水 只有1%的固体成分 的的确确有一大半以上都是盐 眼泪的这些盐是从哪里来的呢 在我们眼球的外上方有一个小手指大小的线体 叫做泪线 泪线经过加工之后制造出了眼泪 在人体的血液体液和组织液中都含有盐分 既然眼泪是用血作为颜料制造出来的 眼泪中有盐分就不奇怪了 盐在血中占0.9% 在泪水中占0.6% 所有的眼泪都是一个味道吗 当然不是 眼泪的形成除了泪线以外 还有几十种其他线体参与 这样眼泪的成分就相当复杂 我们因喜悦和悲伤而哭泣时 触动的是让人身心放松的腹交感神经 其眼泪的味道很淡 因悔恨及生气而哭泣时 刺激的是让人身心紧张的交感神经 所以眼泪比较咸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哭过以后 我们觉得非常痛快 心情也会变得舒畅 原来啊 我们的身体这么的神奇 苍蝇是我们生活中不太受欢迎的客人 我们偶然间会发现 苍蝇经常搓自己的手跟脚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下一期告诉你